郎平指导早就已经回到中国,开始新一轮的女排集训。 写歌过年放假期间,郎平指导虽然来到美国选择度假,但是她心信中国女排,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重新招入女排姑娘们。 进行新一轮的国家队集训,而在2月23日,也有媒体特别允许进入中国女排的训练场地,观看她们的备战情况,刘彦涵依旧入选了新一批的国家队。 但是在训练场中郎平指导,对这位8亿女排主力选手却不是特别满意。 大家都知道,刘彦涵在场上是私职主攻守的位置,但是她在比赛当中频频采现以及力量不足,也是让郎平指导非常的气愤。 甚至多次大喊大叫,这在一项和安可亲的郎平指导身上是很难发生的。 根据内部人士透露,郎平指导对刘彦涵的进攻能力,倒有很大怀疑。 因为现在有朱婷、丽盈盈、刘晓彤的强力进攻手,刘彦涵的位置相比起来较为尴尬。 虽然她在把一女排是绝对的主力,但是到了国家队很可能是在这些人的后面。 可是,刘彦涵不会放弃国家队的位置。 对此,郎平指导会给出以下的建议,一个是让她在短时间里调整好自己的状态,另一个则是让她该打其他位置。 很可能是让刘彦涵去改打接应,因为现在只有龚翔宇一个靠谱的接应。 客观来说,这两个条件已经明白着要刘彦涵打别的位置了,让她在短时间内能和朱婷、丽盈盈竞争,也是不大靠谱的。 当然,刘彦涵她的身体条件非常不错,又有很强的技术底子,让她改打接应位置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最主要还是要看郎平指导,以及对员沟通后的结果。 当然也希望刘彦涵还不急不败,听从郎指导的话,并且合力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水平,相信她还是能够大有作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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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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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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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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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